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粵港娛樂 曾幾何時 她風光無限 她歸為巨星情人 轉眼間 她就被拋棄 她慘遭打壓 拖累無辜的女兒 成龍和吳以利的私生女兒 正想演著令人稀緒的被危棄人生 當年一場放縱 今天就付出慘痛的代價 那你對母女 能不能夠走出生命的陰影 從頭來過 1982年 成龍已經攀上了影壇的巔峰 警察故事紅遍大江南北 所有人都在談論 這個來自基層的武打身星 但是 當紅明星的生活 遠非想像這麼精彩 明滿天下 潛入三代 就代代平安 但是這個成龍始終都覺得 她缺少了一份愛 她心感身邊的女星 都是帶著目的接近自己 內心不免民生戒心 或者是七生何美的關係 成龍比任何人都更渴望一份諒解和陪伴 最終她選擇了同為演員的林鳳嬌作為伴侶 1982年 成龍和林鳳嬌登記結婚 一年後 兒子房祖明出生 但成龍並未因為有了妻子兒子而修心 出軌的行為 接種兒子 成龍是一個典型的花心人士 外人看來她已經擁有了事業 財富和美滿的家庭 但內心的空虛始終揮之不去 或者是因為童年揭發父愛母愛的關係 成龍對家的定義只停留在表面 她需要的是一個可以相互理解 長久陪伴的對象 但林鳳嬌和大多數女性一樣 都有著自己的事業追求 未能滿足成龍的需求 很多人錯誤地認為男人出軌 是因為需求多人化 但成龍其實只是單純地渴望 有人能夠全心全意地愛著她 這個都令她很容易被年輕美的女生迷惑 方法他們才是真心為自己著想的人 其實成龍內心一直保持有一份脆弱 她怕別人都是因為利益而接近自己 這個正好是成為日後她拋棄情人的原因 都注定了她的婚姻生活無法平靜 1998年17歲的吳以利在演藝圈佔老頭角 鮮嚴動人的美貌令她一夜爆紅 幾多男人為她神魂顛倒 成龍自然無法獨善其身 灌亡了很久的她 終於找到了落手的時機 吳以利前男友突然離世 正是她失手的大好良機 成龍對吳以利展開了熱烈的追求 數以萬計的鮮花化作綿綿的情意 撫慰著少女落幕的心 面對成龍的關心 吳以利都逐漸放下防備 兩個人迅速步入戀愛關係 但是很快吳以利得知成龍早已結婚 只不過是她視莫為的對象 吳以利的媽媽是一個暴力的女人 她本來可以給女兒及時的警示 大卻任由17歲的吳以利陣入演藝圈 對於一個剛剛經歷青春期的少女來說 演藝圈的黑暗無意對她造成傷害 吳以利因為先天條件七重而一戰性命 但是她對這個圈子並不了解 很容易就被名利所迷惑 成龍被她帶來的前所未有的關注和呵護 這個就足以擊敗一個情鬥初開的信 其實當吳以利發現成龍已婚時 已經深陷感情無法自拔 她本來可以選擇離開 但最終還是決定繼續這段禁忌的關係 因為她帶須要來自成龍的愛 哪怕這份愛是建立在欺瞞之上 1999年已經懷孕七個月的吳以利 決定公開兩個人的關係 同時爆料成龍多年的婚姻生活 她希望成龍因為醜聞而離婚 這樣自己就可以名正言上地走到她身邊 但是成龍和林鳳嬌不為所動 兩個人表態會繼續持續婚姻 林鳳嬌的大度更加令成龍對她刮目傷看 重新審視這段感情 吳以利的繼謀不單止失敗 自己亦都被標籤為小三一劫不振 吳以利對成龍的愛近乎癡狂 在她心裏面成龍已經成為生命的全部 哪怕知道對方是有苦之夫 她都甘願付出一切去逐寫這段邪惡的感情 但是成龍對她的愛遠沒有她的禁心 她只是慶祝一來就和一個少女發生不正當關係 吳以利為成龍不惜背上罵名 但是成龍卻始終將她視為可以隨意利用的對象 當吳以利懷孕後 她希望藉此促成成龍離婚 在她身邊 這種天真的想法證明她還是一個懵懂的少女 明白感情需要雙方自願 吳以利以為只要成龍銘聲受損就會回心轉意 但是誰知道成龍早已看清她的心思 更加堅定要和她劃清界線 其實吳以利公開緋聞最大的受害者是自己 當觀眾得知她是個小三的時候 罵聲一片 已經是事業直接停擺 吳以利本來可以低調地解決這件事 但卻一意孤行毀了前程 成龍和林鳳嬌臨危不亂 表現出穩定的婚姻狀態 反而惑得了公眾的同情 吳以利不僅沒有得到成龍 自己也一揭不振 當時心心懼避 她本來想借公開緋聞逼成龍回心轉意 但最終卻落得了家破人亡的下場 少女的傲氣和愛 在成龍同唱蝶逼的婚姻面前破碎一地 1999年12月吳措林七身 她的第一個身份就是成龍的私生女 成龍不僅拒絕承認吳措林的身份 都從未給過吳以利一分一毫 兩母女只能夠相依為命 回到吳以利的鄉下生活 但是這裏注定不會有溫暖等著她們 吳以利的媽媽正麗明是一個脾氣暴躁 柯黑的女性 她將對前夫的冤恨都發洩在吳以利身上 時刻欲罵的女兒是失敗的產物 吳以利忍辱負重 將怒火傳導到吳措林 毫無父愛 罵聲欲罵作為搖南谷 這就是吳措林的童年寫照 吳以利和成龍的緋聞事件過後 吳措林作為當事人 卻成了最大的受害者 她的三父不單止拋棄了她 還拐絕承認她的存在 任由母親獨自撫養 但吳以利都因為名譽掃地 只能回到鄉下 再沒有以往的光鮮生活 吳措林從出生起 就是這個家庭的定時炸彈 成為媽媽發洩怨氣的工具 吳以利一心想依靠吳措林 土耀成龍的尖養肺 但卻沒有給女兒一點關懷和溫暖 吳措林對媽媽的記憶都是爭吵 掌掛和酒氣 這種破碎的家庭 另一個無辜的孩子付出了慘痛的代價 其實吳措林所需要的很簡單 一個完整的家庭 和父母的愛 但她得不到 她的父親是光芒萬丈的巨星 卻不願意認她做女兒 她的媽媽是失意的女演員 只是將她當成土耀錢財的工具 吳措林被身身截斷了對親情的幻想 她明白自己不會得到救贖 只有接受現實 在媽媽的辱鬧中掙扎成長 吳措林上學後 成龍的私生女的身份令她遭到同學的排擠和欺凌 她的相貌越來越此成龍 這個更加加重了大家的猜忌 無論老師還是同學都對她冷言相向 校園欺凌事件接二連三 吳措林童年的陰影無恥不在 吳措林的校園生活和其他小孩截然不同 她背負著私生女的惡名 任誰知道她的身世都會避之為恐不及 老師不願意理她 多怕自己會因此受到牽連 同學都公然辱罵和欺負她 彷彿她是教師的棄子 吳措林的相貌日益好像成龍 這個無意是火上加油 令她更加備受討厭 沒有一個人願意跟她做朋友 吳措林只可以孤零零度過科學後的時光 課堂上吳措林不敢抬頭 很怕對上其他人比擬的眼神 哪怕是老師多著全班的面 辱罵她 她都只能夠引氣吞聲 放學之後 她隨時面臨被同學團團圍堵的恐懼 在廁所被反鎖在家上變飯 吳措林心心懼備 但這個毫無人性的校園欺凌還在繼續 當然是因為她是一個不被承認的私生女 2015年 鄭麗明因病去世 吳以利將對母親的怨恨 全部發洩在吳措林身上 她離開後無故地毆打的女兒 甚至連續幾次都在家庭暴力 16歲的吳措林承受不了 兩次報警控訴媽媽 勇納毆打 媽媽的關係徹底決裂 吳措林選擇離家七走 飛往加拿大開始生生活 鄭麗明的去世 無意是對吳以利的重創 她開始經常痛飲來罵自己 並在酒後失去理智 吳措林成為她發洩的替罪藥 被媽媽毒打已經是家常便飯 吳以利深深地痛恨自己的人生 她的冤氣無處散發 只可以選擇追取藥的女兒來下手 面對媽媽的暴行 吳措林既委屈又絕望 她不明白自己做錯了什麼 為什麼要承受這樣的痛苦 但是長期的家庭暴力 令吳措林麻木不仁 她意識到與其忍氣吞聲 不如選擇反抗 於是她報警告了媽媽 這個成為母女關係的轉折點 吳以利自此對女兒越發痛恨 但是吳措林都選擇離家七走 飛來這個令她窒息的家 或者她內心還留有一絲希望 她期待媽媽會挽留這段破裂的關係 但是吳以利並沒有 她們的母女之情早已被徹底撕裂 為脫離媽媽的控制 18歲的吳措林剃光頭宣布自己是同性戀 隨後和一名加拿大女網紅走入婚姻 但是很快她發現對方只是利用自己的身份炒作 在名利喪收後便毫不留情地拋棄了她 無家好歸的吳措林只能在街頭流浪 靠領救濟度日 吳措林原本以為自己終於可以靠婚姻 徹底擺脫母親的控制 她大膽剃了長髮 公開宣布自己的性取向 這都是對吳以利的伴逆 但是吳措林還是低估了這個殘酷的世界對她的漠視 Andy這樣的女網紅自瞄準了吳措林身上的熱度 她需要小怒女的身份來推銷自己 吳措林還未意識到這是有一次利用 已經被騙著簽下了分書 成龍和吳以利的過往在多年引發了軒然大波 但是多年過去大眾的記憶逐漸淡化 吳措林早已不是多年那個談知識變的小龍女 而是一名普通的加拿大女子 我們不應該過分地指責當年的錯誤 因為時間可以撫平一切 吳措林在經歷種種磨難後 終於有機會過上了自己的生活 她不再被公眾議論 都不用再承受媽媽的暴力 希望她可以找到內心的平靜 不讓過去的陰影困擾 成龍和吳以利都已經過上了各自的人生 無論過去發生了甚麼 都足以這對母女可以收復關係 感受親情的溫暖 生命中難免會有錯誤和遺憾 但是我們始終都要往前看 昨天的委屈終會過去 今日的笑容終會到來 無論過去經歷了甚麼 明天依然值得期待 好了 今期我們就分享到這裏 我們下期再見 不見不散 拜拜 拜拜